天氣又熱又悶,實在令人感到不舒服 尤其多汗會引發異味的問題 甚至有糊臭的狀況 想要改善,就必須先從減少出汗開始 有這方面困擾的民眾,該怎麼解決呢? 首先,我們要如何評估多汗症? 汗水分泌出來的同時,會形成點溶液 並與澱粉產生作用 漸漸轉變成藍紫色 藉此判斷哪些部位出汗較為嚴重 進而評估適合的手術方式 目前常見的手術方式有以下四種 第一種,特殊共振式超音波 是透過探頭的超音波破壞腺體 來達到除汗的目的 刀口只需要探頭可以進入的大小 所以能將傷口控制在0.5公分內 除了大幅度降低除汗的狀況 加上恢復速度快 不會過度破壞皮膚組織 效果更是比非侵入來得直接 所以也有相當多患者選擇採用這項手術 第二種,微創除汗 使用內視鏡、旋轉刀等工具輔助 比起傳統手術可以有效減少傷口大小 但容易因為個人體質有較大幅度的波動 第三,如果不想開刀 又希望除汗效果好 你可以試試微波除汗 利用微波熱能破壞汗線 來達到除汗減少異味的效果 但每個人的皮膚厚薄、汗線密集程度等有所不同 會有部分受損的汗線被身體復原 部分案例會建議進行兩次治療 這種狀況並不屬於復發 且治療效果可達到八至九成 第四種,肉毒感菌注射 透過阻止交感神經來減少汗線運作 達到除汗的目的 不用擔心會負期,也不會帶常性出汗 但是肉毒感菌有時效性問題 所以每年都要記得補打哦 注意,每個部位的皮膚特性不同 所以並不能將腋下除汗手術 直接套用至其他部位 另外,以前大多用於改善手汗症的 交感神經阻斷治療 是透過阻斷神經來控制出汗 屬於不可逆手術 而且有帶常性出汗的副作用 目前國際上已經廢止這項手術 手術之外,整形外科醫師也提醒 擺脫糊臭也可以從日常生活中做起 衣物的整潔,請聚定時喚醒 改變飲食都可以從根本改善異味問題 謝謝大家 foi وا下個禮物的財源 謝謝大家 好的,我們下次再見 謝謝大家 再問您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